新一厢地利国小在原住民与单词竞赛中获得县内的冠军 展现惊人的实力 下方为了鼓励学生们传承母语 长期推展母语教学 这次能够取得佳击 让选校的师生都感到相当的荣幸 我们很高兴这次参加我们南投县 足语的单词竞赛的冠军 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获得了代表权 可以参加全国的竞赛 学校因为很重视这个母语 所以身为一个主语的教师 就有那个责任想说把小朋友教好 而且也要很用心地来辅导小朋友们 学生们从日常生活中接触母语 让母语成为官用的语言 这次可以在单词竞赛中脱颖而出 除了校方的用心以外 更重要的是 每个学生在比赛中都尽行精力 为校争取荣誉 我参加这个奖项就是南投县的那个 足语那个单词 然后我相信那个政府为了让文化成城下去 才建立这个比赛 我非常开心能够与我的同伴能够得冠军 也谢谢老师那么辛苦地教导我们 这次我们比赛得到冠军 然后很开心 也谢谢老师教导这么晚的时候还会教我们也会煮那个绿豆汤给我们喝 然后也谢谢父母 父母就支持我去那个把文化那个传承下来 尤其指导老师相当的用心 在放学之余还利用时间教导 甚至会特别煮绿豆汤给他们当宵夜 让地利国小的学生们都十分的感激 也谢谢老师那么辛苦地教我们 还把我们教得那么晚 也谢谢我们的同伴 那个很荣幸啊 可以得到这个奖项 然后也谢谢老师 那个很晚的时候还在继续教我们 然后也感谢我们的同伴 让我们得到那个冠军 也感谢我们地利国小 能够在平常 对我们布农族的母语重视 才有今天的成绩 感谢校长与各位老师的辛苦 这次我们地利国小 能够代表我们南投县参加这个比赛 恭喜他们 祝他们胜利得到冠军 透过母语的教学课程 以及各下原住民语的竞赛 让学生们了解传承母语的重要性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原住民的学校 重视母语教育 将各个族群的原住民语言 发扬光大 美艺型宏佳燕 现彩采访报道